大家卡住我們來看 我這邊沒有卡住的 我們要看的就是剛剛那個鏡頭動畫 因為呢這個鏡頭動畫的部分 其實對我們這個 就是做所謂的Motion Graph來講 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邊 你現在在這邊 下面這裡 下面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一列叫鏡頭 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是錄的鏡頭 它就是默示鏡頭 就是預設的 也就是整個外面的 那你可以來這邊有沒有發現鏡頭也可以加跟減 當然你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調整 所以我如果說我希望 因為有些很多時候我們在做動畫的時候 希望說你在講話的時候我就靠近 是不是就看你的嘴唇 對不對 看內容 那這樣子呢又可以 增加一些場景 就是我同一個場景 可是我因為怎麼樣 ROOMING的地方不一樣重點不同嗎 所以我來這邊按一個加號 按一下 它就問我你要把 添加鏡頭為 墨視規格還是墨視鏡頭 這兩個都可以的 以我現在來講就是 你可以自己調整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在上面直接調 你看我點到上面之後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墨視鏡頭 它有個框框 有沒有 這裡我點到它 你可以調那個 剛剛這邊也可以 我就先從這邊加進來 你看這裡 有沒有多了一個 現在呢我就來點它 有沒有點到的 這個就是我第二個鏡頭的位置 你可以調大小 如果你希望我 我待會就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把它移過來 現在呢我們就試看看喔 你看一開始在這邊 對不對 進來 有沒有不小心就入音進來 因為現在有聲音 我先把聲音先拿掉 這樣有點吵 好 好 這樣子 有沒有很簡單 對不對 啊真的不喜歡 你就按右鍵 可不可以把它刪掉 這鏡頭就刪掉了 所以你要做 其實不會太難 好 真的不會太難 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比較OK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一般來講 我通常 我建議各位 其實這個啊 影片呢就是我們講的 時間軸這個長度啊 盡量就是 一個頭影片就是相同的背景就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你有不同的背景 你是不是整個時間軸會越來越長 你以後要再調整會比較麻煩 叫做動一髮而牽中全身啊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建議就是不同的場景 你就是用什麼 不同的頭影片 其實這種動畫的方式跟我們真正在什麼 真正在比如說Flash裡面啊 或是我們一般的 動畫軟體面 事實上是一樣的 就是我把每一個大的電影 就拆成很多小電影 最後大電影之後 很多小電影組合起來 那我們一般拍電影也好 拍連續續都一樣嘛 只有一幕一幕不一樣的 對不對 在室內的在室外的 就把它通通拆成小電影 這樣以後要改也好 或者是要做一些特效啊 更動 你的速度也會快很多 所以我們會建議各位 就是這個不要把它拉得太長 這樣你比較好調整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在這個 Andermite裡面 真正要做的東西其實不多 主要就來自於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的 其實老實講 我也必須跟各位說就是 現在工具越來越方便之後 你會發現學軟體的人 他會怎麼樣 他就變成說 我最大的方便就是 我已經 軟體可以限制我發揮的 那個什麼 成效越來越少 因為他想的 越來越快能夠直接就實現出來 以前我們不是 我要學什麼 影像主要學 Photoshop 沒有三年 六個月也就拍 很難有一個一定的成效 因為軟體都比較複雜嘛 對不對 可是當軟體變簡單之後 你的想法跟你的輸出 有沒有越來越接近 對不對 對這樣的話其實就相對會比較容易 因為各位 我們今天看起來要介紹好幾個 這些軟體也好 這些概念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學這些東西 只有一個原則 以目標為導向 我們做動畫也好 做網頁也好 做多媒體也好 多媒體就是要學很多東西 可是一個中心思想 我要完成一件事情 就跟我們現在跨領域一樣 我需要學很多東西 可是學的這些東西 是為了要輔助我完成那個目的 對不對 你會的東西越多 當然你能夠發揮的東西就越多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個呢 鏡頭的部分 待會兒呢 等到你錄開通了 應該就可以試看看 了解 你們現在錄通了沒 還沒 好 好的 那 我這邊我就再增加一個 等一下我再增加一個 再跟各位講一下其他的功能 好